武汉国庆看房,总价150万,三环内可以选哪里? 首先,我们看一下汉阳 总价150万可以选国博城,面积为99平的三房,单价在13000到15000左右 总价在130万到150万,该楼盘是汉阳9月份卖的最好的楼盘 除了学校和商业配套,目前比较差之外,其他方面都挺不错的 第二个楼盘,饱和墨水湾,面积从90平到140平,单价在14000左右,总价在130万起步 该楼盘是现房,开发商一共退出来几十套房源,楼层环环可以,楼盘位置比较靠近墨水湖 价格不贵,但就是户型设计有点老,同时离地铁口挺远的 第三个楼盘,中关村洞曼城,一共两种面积,109平和117平 单价在14500到15500之间,总价刚好150万起,楼层好一点,总价也会贵一点 该楼盘位置和配套都很不错,对面就是已经开业的万达广场 国庆期间价格还有额外一些优惠 第四个楼盘 东头汉阳城,该楼盘最小面积为108平,单价14000起,总价也是刚好150万起 楼盘所在位置有点尴尬,刚好在两个高价交汇处,会有一定的噪音 9月份卖的也挺不错 不过,该楼盘也有不少商业配套,后期能不能正常运营很关键 再加上楼盘体量太小,后期居住氛围和舒适度很难保证 第五个楼盘 上城国际,位于二环内,楼盘离地铁口四号线非常近 面积最小有106平,成交单价大概在15000左右,总价150万起 该楼盘楼洞之间非常挤,还有原先是环建房的规划设计 对居住品质有比较大的影响 接着我们看一下桥口区 第六个楼盘 龙湖揽静,该楼盘有线房,也有7房,最小面积从99平起,单价在14500左右,总价140万起 后期有地铁规划,和自带的龙湖天街商业综合体,单从配套来看还不错 而且离汉口中心区域也不远 不过,99平房源很靠近高价,高楼层会有比较大的噪音 同时附近的学校很一般,买房看自己的需求来定 第七个楼盘,绿城贵雨映月,该楼盘最小面积为109平,单价14000左右 总价也是150万起,龙湖的品牌和产品设计都没问题 就是这个地段大部分客户还是接受不了,周边配套比较差 第八个楼盘,万科公园大道,该楼盘最小面积为92平的小三房 成交价格在16000左右,精装修交付,总价在145万起 同样问题,周边几个楼盘都属于古田北板块 区域内有很多的高价,铁路线隔断,导致居住的感受会差一点 同比,汉阳四新来说,优势就是距离上离汉口中心比较近 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优势,第九个楼盘 华发都会天地,该楼盘地段挺不错的 最小面积有84平的两房,总价150万起,单价在18000左右 该楼盘自身配套和周边的配套也还不错 作为国企,该楼盘价格很坚挺,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更多优惠 第十个楼盘,位于江汉区汉口火车站大板块的后湖里楼盘 该楼盘最小面积是80平的两房,单价在19000左右 总价150万起,该楼盘所处的地段离汉口中心区域很近 交通也很方便,楼盘还自带不少商业,后期自住比较不错 不过,不足的是所在片区的学校一般 第十一个楼盘,位于江岸区盛家机板块的幸福湾星宇 该楼盘主力面积有98平的三房和128平的四房 单价在15000左右,三房总价在150万上下 该价格在江岸区算是价格很低的 只因江岸区整体价格一直比较高 特别是27宾江板块的江景房,价格是武汉最高的板块 该楼盘距离汉口中心区域还是有点远 不过,对于在汉口工作的刚需客户,该价格也算很低了 接下来,我们经过青山区,该区配套一直很成熟 房价也比较稳定 150万预算,在该区域没有可选新楼盘 最后看一下红山区 红山区的白沙州目前新房价格大概在18000起 9月底,该板块龙湖天仆部分房源开始优惠销售 单价在19000左右,楼层还不错 目前,整个白沙州三环内,150万没有可选新楼盘 最后一个楼盘,位于红山区 徐东板块的保利城779月最后一天开盘 最小有75平的户型 单价在19000到20000左右 150万可以选好较好的楼层 该板块在二环内,地段是很不错的 性价比也不错 周边二首次新房价格,几乎没有低于20000的 这个楼盘预计会是国庆最热销的楼盘之一 综上,整理了预算150万,在三环内可以选的楼盘 对于大多数刚需来说 还是尽量选择三房户型一步到位 至于各楼盘更多的信息 以及楼盘与楼盘之间的对比 大家可以私信我们 同时可以领取最新的武汉楼盘房价地图 关注永哥,带你选房